一項日子一中一九六十 做講老的俠成業務改善的太太和她的自能 就是我心心所愛的 不但我愛 也是直接載到真理智能所愛的 愛人們是為真理的王國 這真理衝到我們心裡 也必擁有而我們當多 因為兩名平安從百姓和他自治也受基督 多真理和愛心情必須而我們當多 我以樂的自能 有著我們從百姓小子命令中間真理地 就心花氣 太太啊 我現在哭了 我們大家要彼此相愛 這並不是我下隻條性命令結了 那是我們從起初所小的命令 我們釋出他的命令 這就是愛 我們從起初所聽起 等下的 這就是這命令 祝內長輩、弟兄姐妹 大家平安 祝內長輩、弟兄姐妹 大家平安 多幾天就是國慶日了 過幾天就是國慶日了 祝賀 新加坡國泰明安 祝賀新加坡國泰明安 讓新加坡在國際的舞台上 扮演更美好的角色 讓新加坡國泰的舞台上 扮演更有的角色 今天要講的題目 你的愛有真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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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還有下半段 你的真理有愛嗎 你的真理有愛嗎 這封書信是一位 自稱為長老的使徒岳翰 寫給蒙卷選的太太 第一節他這麼說 做長老的寫信給蒙卷選的太太和她的兒女 就是誠心我誠心所愛的 做長老的社長 沒有改善的太太 或她的日能就是我誠心所愛的 這位太太到底是誰呢 這位太太究竟是在哪 可能是指一位非常愛主 又財富很多的姐妹 但更可能是指當時的教會 因為當時的教會遇到極大的逼迫 因為當時的教會 遇到極大的逼迫 處境十分敏感 約翰是一位善意與影義 表達信息的人 譬如說在起司路中 龍 瘦 六六六 到底是指誰呢 這是一個影義 同樣地在這裏用太太成為一個教會的影義 但又在這裏用太太成為一個教會的影義 神的教會 神的教會 這裏聖經說是約翰所愛的 因為祂是神的教會 因為祂是神所愛的教會 凡神所愛的約翰也愛 約翰說不僅是祂所愛的 也是一切知道真理的人所愛的 在這裏祂把愛和真理結合來探討 因為聖經對愛和真理看成是一個銅板的兩面 聖經說上帝是愛 耶穌在約翰福音十四章說 我是道路真理生命 耶穌基督是真理 接下來 約翰將愛和真理之間的關係進一步的探討 特別強調在真理中要有愛 在愛中要有真理 這是兩個都要結合的 你不能缺一 比如說有人愛罪人 連他的罪也愛上了 有人排斥罪人 連這個罪 連這個人也被排斥了 這就不對了 愛要有真理 真理要有愛 有人大意滅清充滿著公義 比任何的法官還要公義 比包青天還包青天 比包青天還包青天 那有人呢 這什麼東西都可以 有些都可以包容 但是無極作能 什麼都可以包容 甚至違反聖經的真理 他也可以接受 這是一個沒有原則的愛 親愛的弟兄姐妹 愛裡面有真理 真理裡面有愛 所以一旦就進一步把這兩者結合來探討 首先 真理是愛的根基 愛是真理的實踐 什麼叫做真理呢 真理就是來自真實者的道或者誡命 因為上帝是真理 因為上帝是真理 上帝是絕對的 上帝是作對的 上帝是不變的 上帝是不變的 上帝是永恆的 上帝是永恆的 親愛的弟兄姐妹 上帝不僅是我的上帝 上帝不僅是我的上帝 也是你的上帝 不僅是新加坡人的上帝 不僅是新加坡人的上帝 他也應該是非洲人的上帝 他具有普世性 這是真理的特質 原是沒有絕的 兩條平行線是永不相交的 但新加坡是這樣 在非洲也是如此 但美國也沒有改變 這就是真理 我們需要真理 這個真理才成為愛的根基 如果它一直變 到一個儲景就變 到另一個儲景又變 就叫做變色龍 變色龍的人怎麼可靠呢 變色龍怎麼可以成為我們的根基呢 所以親愛的弟兄姐妹 你和我都不能成為愛的根基 你說的話不一定準 我說的話不一定絕對 我一定要回到聖經的真理 人有時候認為是對的 不一定是對 有一天有一個男生帶他女朋友去逛街 跑到十字路口看見了紅燈 他立刻闖了過去 這女朋友很生氣 你這個人連紅燈都闖 你這個人連紅燈都闖 什麼違法的事你不敢做呢 結果就跟這個男生分手了 不久以後他又交了新的女朋友 他又帶他這個新的女朋友去逛街 又看見了紅燈 最會他學乖了就乖乖的在那裡等 免得又被他斷交了 這隻車椅不敢闖紅燈 兩名的等下幾個男朋友去逛街 所以知道女朋友很不耐煩地說 誰在這家男朋友去逛街 你這個人死腦筋 連紅燈也不敢闖 兩隻的紅燈都不敢闖 將來你能做什麼大事呢 結果又跟他分手了 到底闖紅燈對呢 還是不闖對呢 對這個男生來說闖也不是 不闖也不是 所以你說的話是對的嗎 你跟你丈夫說 你一定要這樣是正確的嗎 你對你親子說 你不可以那樣是絕對的嗎 很多時候我都是為著愛他 我才這麼教他 我才這麼幹他 我才叫他做這些做那個 有時候人可能會答 我是為了以後 真的有答應 做做做生有的事情 是嗎 你真的是為他好嗎 你真的是為了以後嗎 還是要滿足你的慾望 我希望他按作我的話行 我希望他按照我的話行 我希望他按照我的話行 問題你的話是絕對的 對親愛的弟兄姊妹 所以親愛的弟兄姊妹 不是聽你的 聽聖經的 不是聽了的 是聽誰的 不是聽丈夫的 不是聽妻子的 不是聽爸爸媽媽的 不是聽孩子的 聽上帝怎麼說 不是聽了的 不是聽了的 有一些東西是清楚的 大家都明白的 你做學生好好讀書就對了 做學生好好讀書就對了 你做丈夫做妻子的 不要隨便在外面有另外的 那就對了 這個是普遍的真理 親愛的弟兄姊妹 我們一定要遵照神的話去行 因為只有真理才是愛的根基 愛也不是憑著感覺 感覺可以很熱烈 這個男的愛上這個女的 這個女的也愛上這個男的 愛得死去活來 結了婚以後就進入墳墓 因為愛情的墳墓就是結婚 就把它埋葬了 為什麼 因為這種愛不很久 它只是一種感覺 它並不是真理 不是出於一種我對她認識的愛 不是出於直接我對她認識的愛 而是一種感覺的愛 就是直接感覺的愛 我感覺很好 她很漂亮 我感覺很好 我跟她在一起有安全感 這種感覺是不可靠的 有一天有兩個小孩在吵架 孔子經過了 就問你們吵些什麼 她說都是她 我都說了 太陽早上出來的時候 最靠近我們 她偏偏說是正午的時候 太陽最靠近我們 那個男生就回答說 明明就是嘛 中午的時候 這麼燕熱 就表示太陽很靠近我們 他說你說的不對 你看早上太陽這麼大像個大輪子 是最靠近我們的才像大輪子 你說憑著感覺哪一個是對 憑著感覺兩個都對 憑著真理兩個都錯 因為太陽跟地球距離是一樣的 對嗎 你和我只是看感覺是不正確的 所以在真理中間 讓你的愛不是感覺 讓你的愛是有理性的 所以男女之間要了解對方 在彼此相交中更認識對方 還能夠接納對方 這樣的愛才適宜 步入婚姻的殿堂 換句話說 愛必須以真理作為根基 愛必須以真理作為根基 而真理必須事件出來 那就是愛 就是真理必須事件出來 就是愛 以真理為根基的愛 一定生化真誠 沒有虛假 是聖結的 不屁服罪惡的 是公正的沒有偏思的 這樣的愛才是真的愛 因為聖經說 愛只喜歡真理 所以論到愛教會 約翰就進一步的說 不但我愛 也是一切知道真理之人所愛的 如果你真正的有真理 如果你真正的有真理 人家行真理 你一定會愛他 你一定會稱讚他 你一定會欣賞他 我行在光中 如果對方是行在光中 我們就可以彼此相交 這是約翰一書第一章所說的 我們行在光明中 我們在光中相交 我們與父與子相交 並與弟兄姊妹相交 因為我們都行在光中 可是一方是行在暗中 光暗是不能相交 親愛的弟兄姊妹 這就是為什麼約翰說 不但我愛教會 也是一切知道真理的人所愛的 也是直接知道真理的人所愛的 相反的 真理和假理是對立的 真理和假理是對立的 光與暗是互相排斥的 所以一個有真理的人 一定會像約翰所說的 會愛主的教會 會愛那位愛主的姐妹 會愛那位愛主的姐妹 因為祂愛主 所以我也愛祂 因為祂是神所愛 因為祂是神所愛的 所以親愛的弟兄姊妹 我們一定要成為一個愛真理的人 這樣我們就可以彼此相交 換句話說 愛真理所愛的 並不是單純的放在你的心裡 藏在你的腦裡 而是具體的去愛 去關懷 我們的主耶穌基督就是真理 而我們的主耶穌基督 不是在天上而已 祂是道成肉身來到這世界 祂是道成肉身的真理 祂不是躲在那撒勒的房子裡 祂是走在加利利的湖邊 祂看見加拜農那個癱瘓的人 祂祝福了他 祂醫治了他 親愛的弟兄姊妹 這種愛是具體的 這種愛是實踐性的 不是隱藏的 不是隱藏的 不是在腦中的 不是在口裡的 這就是真理的愛 所以愛是什麼 所以愛是什麼 真理是什麼 真理是愛的軌道 愛是真理的落實 什麼叫做軌道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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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軌道是列車 能安全地有細地前行 的一個 一個 一個 一個路上 如果火車不在這軌道上走 如果火車不在這軌道上走 它跑到馬路上走 它就自找麻煩 它不僅自找麻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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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還讓車上的人 面對這個災禍 這個車上的 能來面對這個災禍 同樣的 真理為愛提供了一個清晰的指引 真理為愛提供了清晰的指引 給它一個界限 你不可以越過這個界限 我們之間有界限 夫妻之間有界限 我們夫妻的愛是有界限的 你不可以越過那個界限 跑到紅線之外去 你就把夫妻的關係給破壞掉 人與人之間是有界限的 我不可以講話講得過分去傷對方的自尊心 我就越了界限 所以真理給愛有了界限 讓你的愛是正確的 呵護神心意的 是有效的 是落實給人帶來祝福的 相反的 愛如果沒有真理的指引 它就會迷失方向 它甚至變成盲目 甚至帶來災難 它甚至變成盲目 甚至帶來災難 是沒有辦法榮耀神的 是沒有辦法榮耀神的 這就是為什麼 接下來耶翰吩咐這位愛主的姊妹 你很愛主 那很好 但你不能連异端也愛 你明白這個道理嗎 你可以愛弟兄姐妹 但是你不可以愛魔鬼 你可以愛地兄姐妹 但是你不可以愛魔鬼 所以在這裡 就提醒了耶翰 你不可以借待那傳异端邪教的人 到你的家裡 或者教會你不可以介納 向東方閃電的人成為你教會的會友 進入你的家 就害了你的家 所以有人就問我 所以有人就問我 牧師啊 上帝是愛 上帝教導我們要愛仇敌 所以仇敌來到教會 你又敢他走 那對嘛 親愛的弟兄姐妹 什麼叫仇敌 什麼叫仇敌 一端 一端 就是那賣 挂羊頭賣狗肉的人 就是那賣 挂羊頭賣狗肉的人 你能够接 那一個賣 挂羊頭賣狗肉的人嗎 你能够接納這家 挂羊頭賣狗肉的人嗎 他來到你的教會 把你教會混亂了 你還愛他嗎 他來到你的教會 怎麽來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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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應該要好好地處理 你應該好好地處理 讓他知道自己的錯 如果他還不願意承認錯 又跑到我們教會 混亂我們教會 當然要趕他離開 這就是耶翰所說的 你不可以接待他 所以親愛的弟兄姐妹 所以親愛的弟兄姐妹 耶翰已經提醒了他們 耶翰已經提醒了他們 耶翰也警告了他們 他們還自意在教會製造混亂 所以耶翰吩咐 你不可以接待他到你的家來 是這個原因 如果一個人會悔改 如果一個人會悔改 我們當然會接受他 可是這個人已經不可能悔改 但是這個人已經不可能悔改 他正要別人悔改進入他的异端 在教會中間 我們常常強調愛 正如耶翰在這裡說 你們要彼此相愛 然而必須在真理的耶穌中去相愛 不可以以愛來控制人 不能夠以愛來控制人 我有錢 我給你錢 然後我就透過給你錢來控制你聽我的 一切的決定都要聽我的 這就是用愛來控制人 這是對別人不尊重的 在愛中也沒有難你的私欲 我們弟兄姊妹 一起參加三福 一起參加幸福小組 一起參加短宣 我們一起侍奉 侍奉久了 常常交談 這些談也感覺很舒暢 漸漸就愛上了對方 那對方是有父之父 但是對方是有父之父 對方是有父之父 有父之父 有父之父 對方是有父之父 那你們彼此 愛對方是不被引起的 因為這種愛是沒有真理的 愛必須在真理的耶穌中前行 因為愛是在聖節的階道上行的 這是在清楚不過的 另一方面 教會我們常說 我傳福音我傳真理 然而我必須將這個福音的真理 具體的落實 那就是愛的事件 我說上帝愛你 我看不見上帝 但我看見你 你不愛我 你說上帝愛我 對我來說太抽象了 所以要化成具體的我去關心別人 不是空頭支票 不是空頭支票 是給人生命帶來真正的祝福的 是客人的生命帶來真正的祝福 這才是在真理中的 在真正的有愛的真理 這才是真正的有愛的真理 我們需要主幫助 不要只是說說的 不要點點答而已 你穿幾號的衣服 你穿幾號的鞋 你穿幾號的鞋 問了好多次 三年後還沒有買給他 這種 這種問是沒有意義的 不要隨便問人家穿幾號的衣服 好嗎 我們要具體的 這樣我們的愛才會感動人 才會給別人的生命帶來祝福 所以今日我們要有效地在社會中宣講真理的福音 必須以愛去落實真理 通過真誠的善行 真誠的服務 無私的關愛 無私的關愛 讓人願意聆聽真理 若白人來願意聆聽真理 不是說了算 不是點不點答的 是做了算 是做了真誠 因為真理是需要實踐的 因為真理是需要實踐的 而且是用愛來實踐的 而且是用愛來實踐的 人才會聽盡真理 人才會聽盡真理 非洲人我常說一句話 飢餓的人是沒有耳朵的 飢餓的人是沒有耳朵的 你跟他傳福音 上天堂 他沒興趣 因為他現在肚子太餓了 所以他聽不見你說什麼 你要給他麵包吃 吃完了跟他說 耶穌愛你 這就是真理 這就是愛 愛中有真理 真理中有愛 總之不能讓真理 僅僅停留在思想和原理上 而是通過愛在人們的生活中得到體現 總之 落實真理和愛生活的人 是給人帶來祝福的 是讓人歡樂的 這就是約翰所說的 我看見你們彼此相愛 我就歡心 我愛主的教會 我愛主的教會 因為主的教會愛耶穌 因為主的教會愛耶穌 親愛的弟兄姐 親愛的弟兄姐 約翰用盡了心思 用盡了他的心思 用盡了他的權力 要教會去遵行真理 要教會來遵領真理 要教會活出相愛的生活 要教會活出相愛的生活 他發現教會面對這麼樣的逼迫的時候 所以當他活現教會面對 就算有大大的危機的時刻 大大的危機的時刻 他們仍然活出愛和真理 他仍然活出愛和真理 所以他感覺到非常的自豪 所以感覺非常自豪 他感覺到非常的喜樂 感覺非常喜樂 當我聽到弟兄姐妹愛主 我就很歡喜 當我聽到弟兄姐妹的愛主 我就非常愛你 如果弟兄姐妹都自私自利 我就很難過 如果弟兄姐妹都自私自利 我就會很難過 所以約翰愛神真理的教會 所以約翰愛神真理的教會 因為神真理的教會 把愛落實了 因為神愛真理的教會 這樣愛落實了 一個落實真理和愛結合的人 這個落實真理的愛各客的人 是神所使用的 是神所使用的 所以約翰在這裡就說 所以約翰到弟兄弟 恩惠 怜悯 良命 平安 從父神 從父神 和祂的兒子耶穌基督 赐以他們 同樣的 我們今天好好地愛主 我們今天好好地活出真理 我們今天好好地活出真理 在真理中有愛 在愛中有真理 上帝要大大的赤福你 將祂的恩惠 怜悯 良命 將祂的平安 赐給你們 那個你們就是你 因為你遵守真理 你用愛落實真理 我們一起加油 我們一起祷告 我們一起祷告 親愛的弟兄姐妹 親愛的弟兄姐妹 我們默默地祷告 求上帝的話充滿我們 求上帝的話充滿我們 有真理 願上帝的愛充滿我們 有愛心 在真理中有愛 在愛中有真理 彼此結合 在我們的生活中 是見證上帝 可見證上帝 是神所喜悦的 是神所喜悦的 我們願意成為神喜悦的兒女 我們願意成為神所喜悦的兒女 我們要領受祂更大的福 我們要領受祂更大的福 我們默默地祷告 我們每一個人密密的祷告 親愛的天父 谢谢祢的真理 指引了我們的路 主啊 谢谢祢的愛 主啊 谢谢祢的愛 使在這條路上活出祢的生命 讓人能夠體驗祢的真爱 明白祢的真理 你的真理和愛改變我們的生命 你的真理和愛改變了我們的生命 也改變我們的家 也改變我們的家 改變我們的教會 改變我們的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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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讓我們懂得彼此相愛 讓我們懂得彼此相愛 擁要你的名 全身與我們大家同在 大大的赤福充滿我們每一位 大大的赤福充滿我們每一位 誦主耶穌基督的名 向主耶穌基督的名 Amen 跟人的哲子 改變 改變 对 改靡 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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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變